時間一到 整盤餐包熱騰騰出爐 但烘焙業者透露 受缺氮及漲價潮影響 第一線快撐不下去 坦炎調漲售價 反應成本成為借套選項 那我們的食材都會上漲 我們蛋糕售價也會跟著上漲 像我們之前的奶油 一箱大概從七千元 漲到現在快一萬塊 那我們的雞蛋呢 從一箱二十斤來講 從八百元漲到現在一千五 一千六一箱 反應界舉例 母親節即將到來 如果反應成本 不排除今年會出現 食尚最貴的母親節蛋糕 而主計總處十一日公布 三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 比起去年同期上漲百分之二點三五 連續二十個月超過百分之二 通膨警戒線 一到三月份平均 則比去年同期漲百分之二點六二 食物類上漲百分之四點八六 影響最大 雞蛋月漲幅 三月比二月就漲了十七點七五 快兩成了啦 一個月 以年度觀察 和去年三月對比 即在上漲百分之二十五點零五 水果和食用油 則漲百分之十一點八 和百分之九點五六 主機總處指出增加速度放緩 但主要受到供給減少影響 加上食材成本 房屋租金 解封後 娛樂費用上升 民眾感受才會特別深刻 民生息息相關的中央民生物資CPI 三月漲幅再次擴大突破百分之六 達到百分之六點一二 短期內通膨壓力恐怕還是會維持高檔 新新聞曹生馬恩凱採訪報導 雷克上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